启禀三大手作 女王大人同那几个人族进入了人鱼鳞片 人鱼总部大堂内 之前追随女王的一众长老们 已经全都回到了大堂中央 而面前这三个下身有一半为彩色鳞片 一半为黑色鳞片的手作活化石 全都出面 一个个脸上挂着一种说不出的特殊表情 仿佛他们等待这一天 已经等了很久了 女王的心想人族 已经没有资格统于我们人族一脉了 如今就是我们夺取人族一脉 至高权力的完美时刻 在场各位长老 哪个想追随我们三个 肃清人鱼族新秩序的 请举起你们的右手 最中央的这个活化石 明显就是这满屋子人鱼长老团队当中 实力最强大的那个 见他长身而起 振臂一挥 房间里哪还能有不顺从的存在 虽说大家平日都十分拥护人鱼女王 可当女王决定带领人族 进入人鱼一族至高无上禁地的时候 这些长老们都感到内心身处怒火中烧 仿佛女王是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 殊不知 倘若不这样做 人鱼一族又如何请得动徐阳三人出手帮忙 这样一群愚昔的家伙似乎总是算不清这笔账 至于这三个突然出现的人鱼一族活化石 则早就对至高无上的海明珠寄予太多年了 如今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他们如何能不把握住 所谓轮回之渊便是人鱼一族另外一大禁地 也是真正意义上的禁地 因为那里便是封印着至尊海明珠神器的区域 同样也是人鱼一族最不可触碰的传承核心空间 这些人根本没有想到 他们一时燃起的贪念 险些葬送了整个人鱼一族的不朽传承 彼时女王将人鱼一族的历史 同徐阳三人娓娓道来 相传在无数年前 极北海洋皆是被无尽冰川覆盖 而在这冰川之上 某一日降临了三个被神界放逐的神 其实他们并没有罪 仅仅只是被戒神的势力纷争所淘汰罢了 这三大神在降临大陆冰川去之后 便开始用自己的力量建立了庞大的冰川国度 传递着属于自己的脱离主大陆 却无比兴盛的强大文明 而在这三大神的会下 有三个精彩绝艳的年轻人 被奉为三神使徒 传承三大神衣帛的同时 也作为整个冰川国度至高无上的三位主宰 分别被称为天之使徒 大地使徒 以及海之使徒 其中那位海之使徒 便是人鱼一族真正的始祖 正因有他和一位修炼成完美人形的鱼灵结合 诞生了拥有得天独厚的修炼天赋的人鱼一族 而我们所有人鱼都是他的后代子孙 后来三大神顿空离去 据说是又回到了神界 那之后 冰川文明便在这三大使徒的传承下继续繁衍生息 直到后来 一场突如其来的浩劫 让这一切都分崩离析了 天之使徒销声秘迹 大地使徒 成为了整个冰川国度唯一的主宰 海洋使徒 也就是我们的元祖 则带着传承自海洋神的至尊海明珠 离开了冰川国度 帮助人鱼一族自立门户 生活在大海之中 转眼已是数百万年 我们人鱼一族 虽然没能像其他种族那样发展壮大 但我们所拥有的实力 也是不容小觑的 这期间 经历了数不清的磨难 我们这一脉 才算摸爬滚打走到了今天 这便是我要对你们讲述的 有关人鱼一族 和冰川遗迹之间的羁绊 徐扬恍然大悟点了点头 难怪啊 那至尊海明珠能够孕育出神源的力量 果真就是神之传承的体现 这么说 女王大人您也不知道冰川遗迹的下落了 女王宁重点头 过去了太久了 我相信冰川遗迹一定还存在着 但就和我们人鱼一族一样 冰川遗迹的入口 我们已经很难去寻找了 没有足够的机缘 恐怕真的不可能再开启当年的秘密 冰川遗迹拥有神之传承的道筒在 她想要藏起来 谁又能发现呢 不过 女王说着 似是突然想到了什么 还有一件事情 我索性一并告诉你们 至尊海明珠封印在我们人鱼部落中的轮回之渊 就算是我族中的长老也不知 那神器封印在那里的原因 是为了镇压一个十分可怕的上古海魔 是凌云一脸疑惑地反问 莫非是恶魔一族的强者 来掠夺至尊海明珠的 不错 算起时间 那个大魔头已经被镇压在这里 超过十万年了 还是我的祖母 上一代人与女王亲自出手 借助至尊海明珠的神之力量 将这强大的海魔封印起来 而据我祖母当年所说 这海魔就是从冰砖遗迹当中逃出来的 目的很明确 就是想要得到 当年三大神之使徒的力量传承 徐扬似笑非笑地看着人与女王 你应该很清楚 我们的实力远在你之上 甚至是整个人与一族也没有能够阻止的存在 你将这么重要的秘密告诉我 就不怕我们突然对你们人与一族下手吗 人与女王轻笑 如果我无法确定你们人品的话 又怎么会带你们进入这里呢 更不会将我人与一族的秘密告诉你们了 你们三人若真的起了杀心 我们同样也无法阻止 倒不如顺水推舟 还你们这个人情 灵瑶哈哈笑了起来 想不到你这人与女王真是会算计啊 不过话说回来 你对我们坦诚相告 我们也不会做伤害你的事情 那冰川仪器就算不靠你们 我们也自有办法寻找 就在这时 整个人鱼灵殿剧烈地摇晃了起来 仿佛是某种可怕的沉睡机制 被触动的特殊反应 糟糕 有人开启轮回枷锁 莫非 这是那三大手坐在背后搞鬼 女王面色突然变得惨白了几分 似乎她最为担心的一幕 终于还是发生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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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恢复你取得一场